田间管理是一年四季是要分季节性的师傅 原住民咖啡学院理范 时尚记忆全球学院花东分院吧台祭祀班 课者分别有田间管理、咖啡豆后制处理、烘豆等相关概论、技术 学员们更要学会如何使用手冲、红吸、衣食机等冲煮咖啡的技巧 同时培养吧台解说咖啡的特质跟风味 我们现在有在计划 我们也要自己开咖啡厅之类的 所以如果说自己家里创业的话 其实执照是一定要有的 就是那种基本知识对咖啡的这种学问 其实都还是要学 巴台祭祀班课程共计有五十六个小时 学院表示课程结束后将协助学员八月份考起祭祀证 第一个我们首先着重在豆的后制 所以这个一定要学习到后制的一个很精髓 很精要最好的风味 一定会教会他们 再来就是我们要的是一张 能够让我们原住民身份身格 然后对咖啡技巧 能够在台湾上 在世界上也好 国际观也好 都被认同的一张八台集市证 台中县东海岸成功东河长冰 有喜多族人投入咖啡产业 学院希望透过知识技术的提升 让部落的咖啡升级 受大众的喜爱 原始新闻 访问了台中成功采访报导